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繼續有要財證券事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這節想和你談談金色股方面的情況 見到1929週大幅 今早升勢相當凌厲 升近一成 去到12.88的位置 見到公司之前公佈了第三季的業績 第三季的銅點銷售增加了一成一 至於營業額增加兩成六 見到公司的董事總經理都說到 未來由於黃金價格低企 加上晚年的黃金產品 相信就比整年的較為受歡迎 所以對第四季財貴的銷售都感到樂觀 郭Sir,想問一下你 現時聯署局啟動了退市 大家看今期的走勢 都是看跌的 這方面會否繼續刺激到黃金產品的銷情 晚年的產品是否有刺激作用這麼大 金價持續上升 亦都會很容易引來追盤金色的銷售 反過來,當金價跌到 例如港市金價來到1200美元一盎司 很多人都覺得近期金價已經回落不少了 況且農曆年前,嫁取也好或者送禮也好 需求都是很大的 最重要是民間財富根本上是相當大 這絕對是有利於一眾金色零售的股份進一步做好 其中直接就位的當然不用說 一定是1929周大幅 因為除了香港之外 內地還有一個很完善的銷售網絡 但要補充一句 相對的招股價來說,現在仍然是潛緊水 我對金色股的看法 一向來說,都比較忠誠 不是看得特別好 而是有幾個因素仍然困擾著 包括市況比較淡靜的時間 一些消費者消費意欲不高的話 你面對租金持續高企 人工持續高企的話 的確有很大隱憂 早前來說,我走尼敦道也見過 不少金色部裏面是沒有什麼遊人的 近期情況改善了 因為可能新增前 有部分遊客都是傾向於買金色自用 或者給自己家人用 甚至是價取也要用 加上國民的財富 根本上是天文數字 購買力是相當強的 金價持續低期 亦有利促成或加快銷售的步伐 對金礦股來說 反而不是那麼正面 因為金價持續低期 但對零售相關的股份來說 可能是反而是一件好事 事實上 一、兩天的上升 好像周大幅股價 不單止走出了續尋低位形態 而且在連升兩天之下 股價更加突破了10、20和50天線 升勢就比較明顯 相對早日來說 大概11元左右水平 到現在13元 其實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現在比較關鍵的就是 13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其實1、2、3、4 每次去到13元都走回頭 這次又升近13元 能否成功突破呢 很大程度上 就看看買盤的態度是怎樣 或者資金的態度是怎樣 如果資金比較保守 它沒有發指突圍的話 嚴格來說 都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的上落時而已 當然之 相對整個恒生指數來說 它是比較偏強的 因為直到這一分鐘 除了250天線之外 恒指走在這麼多組平均移動線之下 包括100、50天、20天和10天線 但相對來說 周大福的股價 反而是站在幾組平均移動線之上 但距離那個招股價 條路還是比較遠 你提到銷售會否受到金格下跌所刺激 是有機會的 因為農曆年前或者後 其實內地的價取是很多 大家傳統的習慣都是帶著龍鳳額 或者贈送金息 所以市場的需求是很大的 預銷金價又跌到1200多元一安線 相對來說是稍微偏便 所以也會加快了 那個銷程進一步理想 這點也可以刺激股價上升 不過有時股份的上升會來得比較速 尤其是在一些主導性的買盤支持之下 連升兩天 由低位上來已經十幾個百分 如果再在13元前去高追 除非是穿頂而再上 如果沒有法子穿頂的話 這一刻再高追 要承擔回套的風險 大家就不要太勇了 我都承認 金礦股相對走勢還是比較疲弱 但金礦股和銷售金息的股份 是完全兩盤生意 銷售那些是很大程度上 要視乎消費者的意願和營業額 到底能否維持一個增長勢頭而定 但其他的例如一些慣性的開支 包括燈油、火拿、租金是沒有得少的 所以行程如果比較淡靜的話 對他們來說會產生很大的殺傷力 相反來說 金礦股是出金的 金價飆升的時間會直接受惠 金價如果低企的話 老實說 你生產一兩黃金賺到的錢 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也不會有太大的想像空間 所以整個板塊 包括資金、招金、股價 雖然是斷認了下來 但暫時來說的看頭應該還是一般 郭Sir 看到今天還有另一隻金色股 創了一個新高 就是590六福集團 暫時去到32.35 今天最高去過32.6 看到較早前也有大行出了報告唱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推薦六福 主要是由於它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上升 剛才聽到你提到 相信就是周大幅可以受惠於內地的零售市場 逐步改善 六福方面又可否受惠 股價方面今天又突破了 又會不會繼續破頂呢 早前來說 就出現一個叫中期的調整 其實兩年前 六福的股價升得很明顯 之後金價就回落 消費者也開始失去意欲 令到營業額一直持續受惡 值得一提的就是 香港的舖租其實是天價 六福要維持市場一定的佔有率的話 有時候在優質漂亮的地點 你一定要設立一個據點 這個亦加大了租金的付出 幸好的地方就是一直以來估值不算高 所以就算有少許反覆 大幅度下跌的機會都不是那麼多 因為你估值已經只有15倍的市場率 一點都不高 股價創価新高 多或少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 接近年底前 零售業 一般來說的營業額 都會有所改善 第二 金價在這麼低的水平 是會加快了或者 促動了 消費者買金色的意欲 而最重要的就是 它本身的估值就不算高 因為 過去幾十倍的市場率 一路跌跌到早前 只有十三四倍的市場率 這個估值相對來說是比較合理的 當然最終來說 就要看營業額能不能夠 配合到 如果你說 營業額只是一般 就算股價上升的話 幅度也未必會太大 大家不要忘記 有不少店舖 是早兩年才轉租租 全部都是天價的 有些店舖 收緊8萬元 租金 接住一家就加到20萬 即是兩倍多加 賣金色、賣鑽戒的 毛利相對比較高 就可以應付 但如果你賣 牛腩麵、魚膽粉 你不知要賣多少碗 才能夠來交租 所以 很多街道 好像廣東道那樣的地鋪 你走一走 哪有食店 沒有的 全部去了樓上樓 因為龐大的消費者 如果一旦要消費 大家都是 買手袋 買手錶 買鑽戒 即是整個 消費模式 都是傾向於 走高檔次 這個情況 全世界道路地方都是 唯獨是香港的情況 更加嚴重 想說 租金持續高期 對陸福來說 都會構成 一定的負面影響 現在就希望營業額 能夠同步增長 或者走得比較前 可以 消除了 租金上升 帶來的壓力 好 謝謝郭Sir 非常詳細的分析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郭Sir跟你先做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 隨時打來 204 6566 稍後回來再談